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游是小甜阿血的》 《与爱》第253集,她的渴望 自那天母女俩把话说开之后,今夏就在忐忑等着袁妈妈的反应 可她似乎已经忘了还有这么回事 整天不是忙着为今夏筹备婚事,就是在家替她张罗饭菜 日子一如往常一般安宁,却又隐隐有一股暗流 今夏左右试探了几回,袁妈妈都像没事人一样 依旧不慌不忙地过着她们的日子,又在想什么? 路易洗完澡出来,就见今夏又皱了眉心靠着床头出神 路易掀了背脚,轻声过来搂着她 抬手捏捏她最近几天渐渐风雨的腰身 低头损一口她的脖梗,轻咬着惩罚她 今夏吃了痛,收回思绪仰头看她 眉眼间隐约带着几分惆怅 你说妈心里在想什么? 那天我明明也表明我的态度了 她怎么反倒没有任何的动作了? 她是想见她,还是不想见她? 是想原谅她,还是不想原谅她? 你先说说你是什么态度? 想不想原谅她? 路易以着床头,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搂着惊吓 手掌细细摩缩着她的手指,低垂着眉眼等她的答复 上一次和夏哲聊完之后 她特地让老路去探了探夏长青的底 勉强算得上一个好父亲,或许也会是个好男人 只是不知道她对于自己和原妈妈之间的感情 如何打算? 今夏窝在路易怀里,后背柔软地贴合着她的胸膛 关于该不该原谅夏长青的这个问题 她心里还是有些纠结的 亲疏远近的尺度 她怕自己把握不好,反而让原本能相处融洽的人生出嫌隙 也怕自己将个人感情带入工作里,再次影响了夏,陆两家的关系 路易低头看看她,神情样样的 她抬手碰碰她的鼻尖 又摸摸她的脸蛋,抛开一切外界的影响因素 只问你自己,想不想原谅她,如果她愿意做一个好父亲 你想不想拥有这样的一个爸爸? 想,闷了好一会儿 今夏别着脑袋钻进路易怀里,闷闷地吐出一个字 女孩整张脸埋进路易怀里,手臂揽着她的腰 像是很苦恼 路易摸摸她的后背,知道她这会儿又开始跟自己较劲了 想了就去做,有老公在,没什么好怕的 妈迟迟未动 可能是在等着你明确表态,也可能是在等着她来主动 可她现在为什么不敢主动,你我心里是有数的 对吗?陆氏上下态度决然地要与夏氏切割分开 凡与夏氏有关的人员全部被拖进黑名单 如此明确地表态 夏长青如果还敢硬往上攀 那才是真的要断了他们妇女之间的联系了 原妈妈不动,是在等着今夏的态度 夏长青不动,也是同样的原因 今夏哼起两声,身子往下一滑 钻被窝里睡觉去了 陆氏看着被子里鼓起来的那一小坨 温柔地拍拍她的脑袋,关灯睡觉去了 第二天陆氏照例出门上班 今夏照例睡到半上午才行 只是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留在家里陪着原妈妈 找了个借口出门去了 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了几分暖意 坐在车里隔了一层玻璃,挡去了寒意 照得人身上暖暖的 今夏以着车窗盯着渐渐靠近的写字楼出了神 昨晚受了陆毅的鼓舞 她一早收拾了出门来找夏长青 可是眼看着就在跟前了 她又有些怂了 今夏皱眉 心里纠结的恨不得再拧一个疙瘩出来 姑娘,姑娘 出租车司机连着喊了她好几声 今夏才回了神 匆匆付了车资,站在路边仰头望着顶层 她会不会再忙 或者她干脆没在公司 这样不提前预约,贸然上去会不会打扰她 今夏心里嘀咕着,脚步一步步往后退着 今老师 身后忽然传来一道难声 声音温和低沉,有点熟悉 又有点陌生 今夏抿了抿嘴角,慢慢转过身 一抬眸,果然对上了夏长青那双温柔狭长的眼睛 今夏抿了抿唇,藏在兜里的手掌,悄悄攥成拳头 两人一时无语,彼此尴尬沉默着 夏长青头一回,觉得自己出现得有些多余 刚刚猛一看到她在楼下 心里兴奋忐忑着猜想她会不会是来看她的 借着一股兴奋进下了车 又觉得自己可能是打扰到她了 她引得她心里不痛快了 我想跟你谈谈 你先忙 我不 两人几乎同时开口 夏长青一句不打扰还没说完 忽然反映过来今夏这句话的意思 她真的是来找她的 夏长青脸上立刻展开笑容 慌不迭领着今夏往楼里走 她前后几次张嘴想跟她说些什么 可每次都在看到今夏时又止住了 她的脸崩得紧紧的 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高兴似的 夏长青搓搓手替她挡了挡写字楼的旋转门 卑微的像是来求她办事的业务员 今夏抿了鸣嘴角 跟着她进了电梯 她如此卑躬屈膝的姿态 让她心里略微有些不太舒服 好歹也是夏市的董事长 如此低眉顺眼对一个女孩子 叫人看到了不知道又要传什么闲言碎语了 其实你不用这样 想了想 今夏始终没找到一个准确的称呼 干脆跳过 夏长青愣了愣 反应过来今夏是在说她对她的态度 不要紧 不要紧的 你想吃什么吗 喜欢什么水果或者点心 我让夏折去买 要喝点什么 牛奶 茶 咖啡 还是小姑娘们都爱喝的奶茶 她伸手挡着电梯 微公了身子询问今夏 今夏抿了鸣嘴角 刚想开口 台某已经看到了夏折